然后,他们写来的新,旧歌当然是你喜欢的嘛,对不对,一定是你挑的嘛,对不对,新歌写过来之后,你有觉得有什么特别惊喜的,或者是觉得啊,你怎么写这样一个歌给我,哦,这个,谁,我先说小莹姐好了,这个收割的过程,这个想法哈,这个,那个新歌跟旧歌的收割的过程, 从17年到48小时都有啊,什么意思,最久的17年,是黄玉宁老师,我从1995年,发第一张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的时候,我就,因为平凡这个专辑,我是很早还没进入华语市场就开始听了,然后那个还骗了我,我还以为,拉丁爵士的东西有那么大一片天空吗, 那就,那个很喜欢平凡那个专辑,我都,每一首歌我都很熟,那么进入了福茂之后,我就跟李亚明说,我能不能唱一种拉丁的东西,他说好,要唱的话,你死定, 结果天上掉一个人叫黄古人下来带一首歌叫《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我没有说雅明是错误,他是对的,因为如果说他没有给我设定这个, K歌歌手的定位的话,后来没有那么多比较流行的一些代表作,但是那个时候还没进来的时候,就以为原来会有很大的一片天空,原来是很小众的, 那,前几年就是回来跟你做那个拥抱那个宣传的时候,不是常去那个星光大道,当一个嘉宾评委,一定会碰到小宁姐的, 十公岁以外见到他,康仔,我记得,我欠你歌,我记得记得记得,讲了很多年了,他终于去年把歌曲交给我,这首歌叫做, 没完没了,华语的版本叫,没完没了,然后我再邀请他说,我能不能邀请你帮忙制作一首,你的歌曲就是灌木掉的首音节, 因为这首歌我真的是听了二十年了,那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所以这个是, 呃,一个,算是圆了我一个心愿,是,十七年的心愿,对对对,那四十八小时就是哪一首歌呢,陈奕迅先生, 他是从他的电脑里突然就,不是,就拿出一个,我告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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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没那么阳春了,因为,我,我,我跟他讲, 我说我要翻唱你的一个落花流水,这个歌,他写的,也是自己写的,然后我说你能不能写一首新歌给我,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他在走他的巡回, Duo那个巡回,他在某一站,找他一个钢琴手进去他的房间晚上,就把那个歌曲写好, 然后回来香港,就把那个demo交给我,他说,呃,他知道我很喜欢爵士跟南调的东西,他说这个是南调的东西,那我希望,你能够试一下假音多一点, 哦,因为他知道我在训练这个东西,然后小宁姐那个更特别,那个,那个没完没了,那个,你会完全听到是,完全是,你可能没有听过的苏永康, 嗯,因为那个是爵士的东西,然后钟星明老师把它变得非常有层次,呃,他又转了三个板,三个ribb, swing,跟 techno,跟 rock,三个板,不同的一个节奏, 嗯哼,层次感很强,因为我跟小宁姐说,这个应该是我香港演唱会的主题曲,开场的歌曲,那这个歌曲,写完之后呢,小宁姐还在那个email上面写给我说, 康仔,这个歌曲非常不商业,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我可以写一个商业的东西给你,我就立刻回给他,小宁姐,不要,因为没有人写这种东西给我, 哈哈,谢谢你,等了那么久,终于有一首这么好的歌曲,那么就有一个爵士的,没完没了, 嗯,难掉的春趣也,而且那个想法是,啊,你听听每一个歌手,写给我的歌曲的歌名, 其实有,有回应的,嗯哼,那个小宁姐的关不掉的收音机,新歌广东,广东版叫别把音量收拾, 这个收音机关不掉,是,是,是,就把它扭大吧,对不对, 陈一旭那个落花,流水,春趣也,其实流水落花,春趣也,是首诗呢,对啊,对啊,对吗, Simple Love Song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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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berband的歌曲, 变忘了简单,然后,一个歌的那个,经典歌曲,一段琴啊,就是表错七日琴的, 变七日仙,变七日仙,然后那个雷仲德的,啊,啊,угう、評歌,宁歌吼是什么чики说的, 广东话就是, tv 行指就是,我,我,我,啊,嗯,�,不足够,不足够还有,不满足不满足不不,这个很、会很俗语的,一个俗话告诉他,在写了一个整个好像, 也是雷同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其实有呼应的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的 因为我才刚拿到 我一定要好好听一下 我觉得这一张 就是有粤语 然后也有国语版 对不对 所以几个国语就track 三首 三首就是没完没了 就是小宁老师做的歌曲 是都是普通话的歌曲 然后还有破显是那个 那谁的一个国语版 所以有一些新歌 也会出现在这一次 你在台北的新的歌唱里面 这个歌唱是完全把香港 去年十月做的那个板块 直接搬过来 所以会有很多广东歌 没有 只是把板块搬过来 把歌曲换成普通话 反正你都有两个版本 对对对 没有没有很多 很多其实 所以编曲都不用动了 因为那个没完没了 广东版就是别把音量受试 那我 在香港的演唱会开场就是唱那首歌 然后第二首歌也是关不掉有声音机 其实对我来讲是一样的 出场是一样的 所以你不用排练了吗 要 你只要背国语的歌词 对不对 你跟那个所有的player 已经不用排了 那个不困难 只是我现在要克服那个技词 没有没有技词不是困难 现在有有怕什么 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硬体的部分 那个我香港在鸿康体育馆 是九九百串的LED Monitor 在后面 很多画面 TICC是400串的 那我就小了一半 那我很多 后面打出来的特效的东西 那可能需要 要调整一下 这样子 那歌单的方面 其实我觉得 也有新歌 08年09年也发了新歌 也有很大量的旧歌 所以对于我来讲 那个歌单的处理 那个板块不太困难 了解 所以再来台北开 还是开心的嘛 当然开心 我这个苏永康 苏永康那谁 给那谁的演唱会 是这个世界巡回 我第一站 我选到台北 然后我每个月会做一场 然后就澳门啊 马来西亚 美国加拿大 都已经排队 欧洲一些地方这样的 嗯嗯 好 所以这一次的时间地点 跟大家讲一下 3月31号 TICC国际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是 希望大家可以上网去购票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用你的智慧型手机 嗯 这个是比较 一个新的售票系统 叫做 这个这个系统叫什么 华语 华语系统 对对对对 我只知道你要 华语售票 那个那个智慧型手机 啊上他的网站 直接可以在那个网站上面 买你的票 而且那个票还可以送给人家 哦 你就可以帮别人买就对了 对对对 买完 把那个票送到人家的手机当中 请不要扔掉你的手机 扔掉你的手机很麻烦 到时候你把你的手机带到 那个TICC 直接入场 他有他有个机器啊 把你给扫描就入场 那就进场 然后那个票永远会留在你的手机当中 这样子 那票有很特别吗 你可以省掉张票 哦 好 为地球 会近一点力 是是是 对啊 好 这个给那谁的台北演唱会 那当然也欢迎你到到到到一些定点 那些便利商店去买了 是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康仔为了这场演出 会做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准备 还是其实已经不会了 我一直都准备好 一直准备好 其实 随时都在练歌 随时都在练舞 随时都在跑步 我没停过2010年做BIG4这个世界巡回 世界巡回之后 咱们四个人各自回去干活 就是张慧健回去大陆拍戏 一直拍到现在没停过 然后梁翰文刚刚开完演唱会 我去年开完演唱会 许贾安谈他的恋爱 这样子 那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是 那今年其实 嗯 去年一直在在在保持这个状态当中 所以其实 现在只是把歌单改一改 了解 我有遇见 我有遇到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有大量的华语歌曲 有大量的广东歌曲 所以你去香港 澳门 或是广州 那些就广东歌单比较多一点 那北方 大陆北方的 或是上海啊 或是欧洲的一些地方 他们可能听的朋友是普通话比较多一点 所以要需要两个不同的rendown 可是我觉得你的国语就普通话 还是讲的 我觉得有点退步耶 为什么 很奇怪 一点点 今天有人说我退步 昨天有人说我进步 进步 我记得你以前比较好耶 退步在哪里的情况 我不知耶 你会讲到比较吃力的一点 吃力啊 稍微 稍微吃力一点 你觉得呢 我还好 你没有特别觉得吃力 那就好啊 因为你唱歌完全没有问题 我没有吃力 如果说你有你有这么一个意见的话 我去检讨一下 不用不用 改善一下 都听得懂 我只是敢 我只是替你想 就觉得好像你稍微讲的稍微吃力了一点 真的吗 嗯 嗯 然后没事就对了 OK 我会 我会 我会改良 忘改良 没问题 唱歌没有任何问题就好了 OK 所以请大家 3月31日 礼拜六晚上 7点半 台北PICC 对对对 售票请上华语售票 郁柱康仔的演出成功 谢谢 还有整个世界的巡回 很顺利 谢谢 谢谢 新年快乐 有爱还是最美 没的东西忘我 太早枯萎 偶会是个泪水 不特别让人觉得 相信我 不为我求 我愿为你 放弃所有男人 不该让女人流泪 从春花到秋月 幸福已瓦解 一颗心在落叶 灵魂被掩灭 发现 逃离崩溃的秘诀 是催眠自己 同会被时间给终结 从西雪到云烈 情绪也融解 爱与恨 都不再那么强烈 朋友问感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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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様 在高 advanced